我们是居住在加拿大大西洋边的凯文一家 过去我们开着自己改装的房车环绕北美整整一大圈 在结束了近一年共42期的第一季北美房车环游之后 我们回到了加拿大大西洋边的哈利法克斯 又过起了平凡却很快乐的小日子 在哈法收获了无数美丽的回忆后 我们正式开启了跨省搬家之旅 卖掉了我们的越野车之后 从哈利法克斯启程 开着我们自己改装的房车 带着我们全部的家当 向着加拿大最大的城市多伦多行进 我们的跨省搬家之旅一共历时四天 本集是我们在路上的最后一天 终于开到了目的地多伦多 到了临时租住的地方 把我们房车里的行李都清空后 就迫不及待的开始品尝起了 我们心心念念的各种美食 每餐过后逛起了大统华超市 彻底被多伦多和哈利法克斯的物价差距给震惊了 第二天凯文宝贝在我们住的大房子里 结交了一位新朋友 吃完晚饭后 爸爸正式开始了豪宅后院的杂草大清理工作 天黑后 爸爸又开着车带着宝贝们 去多伦多繁华的当趟市中心看夜景 接下来就把这集全新的多伦多生活维络 做个分享给亲爱的小伙伴们 一大早凯文就趴在这儿挂在那儿了 变成蜘蛛侠挂在那儿了 现在早上起来了 爸爸要先把这个大电视床垫 再放回到床上 把前面腾空 我们这台巨大无比的电视 每次挪上挪下好费劲啊 要先把电视趴到这个床上 我们的床又被填满了 昨晚住在这个Fly in J的Truck Stop 现在卡车都走光了 一会儿我们进去买点早餐 在车上吃一吃 然后我们就可以出发了 今天再开两个小时就到多伦多了 开始吃早餐 吃完早餐我们就要出发了 好凉快呀 这个穿堂风 把这两边的窗户 这侧门也打开超凉爽 吹着小风吃着倒饭 再truck stop再加个油 我们就出发了 这边是马上就要到多伦多了 然后看这油价 这边是马上就要出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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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已经到20号了 这两天就住在这了 我们已经到20号了 这两天就住在这了 锁好门 我们现在要出去吃个饭了 车里总算是清空了 我们又来吃东方宫了 这是我们对多伦多最怀念的一家店 就是这个东方宫的兰州拉面 东方宫兰州拉面 我们已经好几年没有来吃这个东方宫了 这是我们最怀念的多伦多的美食之一 我们吃饱了 吃得好饱好饱 然后花了加上小费 一共才花了50 我们刚吃完饭一出来 就下大暴雨了 好大好大大暴雨 吃完了面 我们现在来大桶华买点吃的 好久没有吃到香瓜了 在哈法待久了 感觉这个中国超市的东西 太全了 哇 这边有好多的海鲜 这个鱼就是我们在哈法经常钓上来的那个鱼 一包要3块9毛9 在哈法待久了 然后逛那边的小的那种中国超市 再一来这儿逛大桶华 这个对比太明显了 这边的价格要比哈法要便宜好多呀 天呐这个小云吞在这边才卖4块9毛9一包 这个云吞在哈法好像我印象里都卖到10块了是吧 看这种包子一包在这才卖3块2毛5 在哈法我记得好像是卖到了8块多一包 这个饺子在这卖6块4毛9 在哈法卖12块多 我们买了这么多才花了128 我们平时在哈法就是买买没有这么多吧 都要花200多 天呐 我们在哈法逛中国超市原来是这么这么的贵呀 哈法的中国超市的货架 基本上是这边多伦多大桶华的两倍 看看凯文认识的小哥哥 两个人一起在这玩玩具呢 看看凯文跟小哥哥玩的呀 都玩了一两个小时了 超开心 现在小哥哥又把自己的那个泡泡机 小飞机拿出来 他俩在院子里玩呢 终于找到小玩伴了 这就是我们的房间 这房间直接就看着外边这个 豪华的超大大院子 凯琳在这儿呢 然后爸爸正在这儿收拾我们的行李呢 现在爸爸已经把电视都装上了 哇 我们来吃羊果腐麻辣烫了 那俩小宝贝睡着了 好可爱呀 我们包场了 完全没有人 嗯 麻辣烫 未来 麻辣烫来了 吃过晚饭 但我们现在要开始帮我们这个朋友打理一下他的豪宅的后花园 剪剪杂草 我们现在就租住在他们家的这个房间里面 然后这朋友常年都不在多伦多 常年在国内 所以现在爸爸正吃完晚饭之后帮他打理后院 除杂草 这边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篮球场 好落不过看着 所以爸爸决定好好地给他修剪修剪 好凉快 长了一个蘑菇 月亮已经出来了 看这杂草都长到这么高了 这边这杂草长得都到凯文的腰这了 看着这个桥上也好多的杂草呀 这爸爸要慢慢清理了 哈哈 杂草丛生的小桥 这个篮球场上也长了好多的杂草 这几天都要慢慢的全部都清理掉 哇 今天晚上先把这一小块先清理出来 接下来每天吃完晚饭傍晚的时候 然后都清理不同的区域 这院子太大了 这还有前院呢 现在才这一小块区域都已经清出这么多的杂草了 这还没清完呢 天已经黑了 现在这个灯都打开了 今天就先做这一点点 看来每天晚上都清出一部分了 天已经彻底黑了 收工 爸爸把户外灯放到我们门口了 好有感觉啊 又把凯玲给抱起来了 看这里啊 在地上追顿爬 打雪仗的 两人也假装打雪仗 好可爱啊 这两个宝贝 喜爱妹妹喜爱的 老想抱抱妹妹 出去散步去了 别弄那样啊 说的那什么方言 我下早了还对了 这种风格的是不是 就是那个尖尖的这个 对这个楼是多伦多的地标 叫熨斗楼是吧 长得像熨斗 白天看得比较清楚 这楼特别 好高 多伦多的夜晚 哇 到样了 哦 样节 这个走到一点转 这个样也特别好看 哦 是的 真漂亮啊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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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